七张课程 那么高点击率的这个组图的一个策划 那么我们本章分为五个小节来进行讲解 那么第一个小节 我们讲这个组图的一些基础的问题 那么一到五张组图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思路来进行策划 这五张组图 我们应该到底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在这五张组图上面 好 那么我们由这一节课来讲 那么首先 那么我们这五张组图实际上是每一张组图 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在我们的无限端 以前在PC端展现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组图的作用还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无限端的这个广泛运用 那么现在在无限端去购买的人 比之前在PC端购买的人要多得多 而且由于买家的行为不同 所以说导致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 PC端的浏览的这个成交越来越少 而大部分的成交都在无限端 而无限端买家的浏览行为却是 首先他要先去滑动五张组图 看完了之后他才去看详情页 再去看买家秀 再去看问大家 对吧 就是很多时候对于很多的产品 特别是一些偏中低价的产品 你会发现 包括在我们自己购物的时候 你都会发现 可能你很少再去关注这一个宝贝的详情 很多时候看了五张组图之后 好 然后就去看了评价 看完评价之后 就基本上就已经确定了这个产品 我到底想不想买了 对吧 最多我再去瞟两眼 在详情页里面再看一看 这个产品长什么样 细节是怎么样的 就完了 不会再去太过注意 我们的详情页的这个内容 所以说现在我们的五张组图的作用 非常的重要 它相当于是浓缩版的详情页 你的详情页的很多内容 一定要浓缩在五张组图里面去表达 而每一张组图这个时候 你需要表达东西是不一样的 那么首先第一张 那么我们要做到的是一张高点几率的组图 这一张组图是我们用来引流的 这一张组图是用来展现在 买家搜索的界面当中的一张图片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这一张图片 你不能够吸引到它 它点不进来的话 这个时候你后面的几张组图就无从 这个没有什么用了 所以说第一张组图 我们要一张高点几率的组图 而第二到第四张组图 我们要的是转化率 这个转化率包括支付转化率 也包括收藏架构的转化率 因为这两个转化率都会影响到 你的宝贝的权重 那么在第二张 第四张组图 我们需要的是用这三张图 去提升我们整个宝贝转化率 你把这三张图做好 对于你整个宝贝转化率的提升 有非常明显的效果 甚至它的作用比详情页还要大 比详情页转化的能力还要大 那么第五张组图 这一张图实际上要求是淘宝官方的要求 那么必须要做一张白底图 而这个白底图的作用是 我们为了去增加 首桃首页的曝光机会 那么这个是我们一到五张组图的几个主要作用 所以说每一张图我们要表达的东西 要去策划内容 它的设计思路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第一张图的这个组图的设计思路 实际上就一句话叫做 你需要去进行卖点的差异化表达 这里面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是首先你要抓住这个产品的核心卖点在哪个地方 你要去抓住这个产品的核心卖点在哪个地方 我们买家最关心的哪一个点是哪里 而且这一个点正好又是你跟同行 别人不具备的东西 这个是你的卖点 你首先要把这一个卖点把它抓出来 这是第一个 其次是这个卖点很多时候你抓出来之后是买家关心的 也是你的产品所具有的一个点 但是其他产品它也具有 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想办法去把这一个卖点 跟其他同行的表达方式把它做的不一样 让它产生一个差异化的表达方式 看起来虽然说卖点表达的是相同的 但是你的表现形式表现手法不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你才会做到一张高点技术图 所以第一张图我们需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你要去挖掘出自己产品的卖点 第二你要去寻找到一个 跟同行不一样的表达方式 那么具体怎么做 我们会在后面的第二节和第三节 用两节课的时间专门来教大家 这样第一张图 它的这个卖点 怎么样去抓取 怎么样去提炼 怎么样去表达 那么第二到第四张主图的设计思路 实际上这三张图我们是用来去做转化的 那么做转化的三张图 首先你可以从哪一些思路来进行切入呢 首先你可以去了解买家最核心关心的一些问题 我的这个有点问题啊 稍微等一下 好现在可以了 买家关心的一些问题 他最核心关心的一到两个点是哪一些 那么比如说像保温杯 对吧 那么他关心什么东西 那么买家关心什么东西 那么你要站在买家去购物体验的角度 去想一想 如果你要买保温杯 你最关心的是什么东西 肯定是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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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温的效果 对吧 保温效果怎么样 包括他的材质是不是无毒的呀 这种的 对吧 漏不漏水呀 这个可能都不是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保温的效果 对吧 那么这个是买家最关心的 包括这个产品的款式 你是不是你关不关心 可能也会比较关心 对吧 那么他的价格你关不关心 可能也会比较关心 那么我们买家关心哪些问题 你要从买家的角度把它想清楚 然后把这一些买家关心的问题 在你的第二到第四张组图里面 去集中的把它阐述明白 解决买家的这一些疑虑 这个时候他才会更愿意进行购买 包括如果是桃子 对吧 那么买家关心的这个产品 那甜不甜 对吧 他还关心什么 那么你的这个这个桃子寄过来之后 会不会坏掉 对吧 好不好吃 甜不甜 会不会坏 水多不多 对不对 包括你的这个这个新不新鲜 会不会坏 对吧 你的原产地在哪个地方 这些是不是都是他所关心的 对吧 那么我们要去找到你的产品的关心的问题 包括狗狗牵引神 包括其他的 我就不一一罗列了 那么首先 第一个思路 你可以去找到买家关心的这几个点 然后把它 把每一个疑虑 把它每一个关心的点 用每 用一张图 去把它阐述出来 或者 一般来说 我们还需要一张图 叫做细节图 那么这种细节图 是基本上所有的类目 你都需要去具备的一张图 在第二到第四张图 这个图是用来干什么呢 是用来去提升你的产品的品质的 要去拍出你的产品的品质感 让买家感觉到这个东西的性价比很高 你要做到这样一件事情 比如说如果是食品 那么你拍摄一些细节图 拍摄一些这种被剖开的图 对吧 水果呀 食品呀 被剖开的 或者别人在吃的很香 吃的很好吃的这种场景的这种图片 去表达这个产品很诱人 对吧 包括 如果你是卖童装的 那么它的材质是不纯棉的 有没有这种柔软的感觉 有没有这种品质的感觉 比如说你是做电视罐的 你是做食物家居的 那么有没有拍出这样的品质感 你是做3C数码线的 耳机的 那么这种科技感 一定要体现出来 通过这样的细节图 很容易提升你的产品的 给买家带来的整体的这种品质感 那么它会更容易购物 更容易下单 好 接下来一张图 就是你可以去选择一张场景图 来做营销 那么这种营销的话 比如说你的一些优惠 比如说领券下单 可以有优惠 对吧 包括可以去引导一些收藏架构 因为这个收藏架构 对于前期我们宝贝的 权重是有一定影响的 而且买家是没有 下意识是不会去进行收藏架构的 很多买家 所以这个时候你去下意识的去引导一下 它进行收藏架构 那么对于你的店铺数据 会有很强的效果 而且不怕这个买家流失 如果这个买家流失掉 那么我们还可以通过收藏和架构的一些购物社营销 把这一些买家再把它招回来 那么会减少掉你后期 我们客户的流失 不会说这个他来了没有买 然后就走掉了 我也找不到他 那么我们通过前期去尽量的去引导他的收藏架构 那么在后期我们可以再用到更大的优惠力度 去维持你的坑产 对吧 然后把这些架构的人群把它转化掉 好 那么第四个图你还可以 还可以有一些保障性的服务 比如说你是顺丰 你是14天无理由退货 比如说我包坏包赔 对吧 好 如果不好吃我赔给你 这样的一些保障性的服务 你也可以用在第二到第四张主图 去降低买家的防备心理 去让他信任你 那么这个时候 他会更容易去进行转化 那么这个是我们第二到第四张主图的一个设计思路 那么第五张主图的设计思路 这一张图大家要明白 它就是一张白底图 是由我们淘宝的搜索引擎 去抓取的一张图片 它是一张素材图 如果你没有这样一张素材图 那么你们会少掉很多手套手页曝光的机会 那么这一张图跟我们前面的几个主图相比 它的要求会更加严格 一般来说我们主图 你是什么样的大小都无所谓 比较好的是800乘以800的图就OK了 对吧 那么对于这个图的其他要求 没有太多要求 你可以随便自己去定 当然天猫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但是第五张图是统一的要求 那么它的要求非常严格 我在这个地方统一把它打出来 那么第一个是你的这一张图 必须要是800乘以800的 而且要是JP1G的格式 72个DPI的分辨率 而且这张图片必须要在300KB以内的大小 很多时候我们在发布宝贝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现淘宝要求在主图 你只要两兆以内就可以了 对吧 但是实际上这张白图 它要求只要300K以内才行 它的要求会非常的严格 那么包括你的这个产品 一定要去这个居中去展现 要四面顶边 如果你是竖着的这种宝贝 这种长发型的这种宝贝 那么这个时候 你要上下顶着边 左右要居中 如果你是横着的这样的宝贝 那么你要左右顶着边 上下要居中 那么尽量去能够 至少有一个部分去靠边 你的这个宝贝大小 至少要占到整个图面 三分之二以上的大小 不要过小 而且要正面展现 尽量不要侧面 或者背面去展现 包括这张图 你必须要是纯白底的 什么叫做纯白底呢 不能有多余的这种 这种这种毛边 也不能有这种线条 包括我们喜欢在上面 加一些文字啊 加一些logo呀 甚至你的模特的 一些身体的部位 包括我们的衣架子呀 挂钩呀 标签啊 这些东西都不能够 在白底图里面出现 这张图片 它是对于这张整张图片 是有品质感的要求的 你的品质感越强 这一张图片 被抓取的概率越高 那么它需要一些 高品质感的图片 所以说 不要仅仅看着 它是白底就行了 一定要满足这一些要求 你的这一张白底图 才是一张合格的白底图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 一到五张主图的一个策划 和设计的一个思路 那么具体怎么去做 我们会在后面的 几节课程当中 会专门讲解给大家 那么本节课程 我们画一个重点 那么我们主图 它实际上是 详情页的一个浓缩 把详情页很多东西 我们要浓缩在 这五张主图里面 去进行阐述和表达 那么它实际上 它的作用在无限端 比详情页更重要 在P字端的时代 是详情页比主图更重要 但是在无限端的时代 实际上是主图 比详情页的作用要大得多 好 那么每一张主图 它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 那么首图我们需要 去做出一种差异化来 而第二到第四张图的话 我们需要去切证 买家的需求 去打动它 去点到它的痛点上面去 这样子你才能让 我们的买家常规不起 就把东西去买了 好 这个是我们的 主图的策划的思路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到 我们的第二节的课程 那么在这节课程当中 有任何问题 那么你们可以进